嗨大家好 我是Lulu 今天给大家算一下 画一个老人装需要多久 看一下现在 这是电脑刚刚谈的素材 现在是下午的4点36 准备的现场是不是有点乱 简单的拍摄装备就补制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桌面小垃圾桶 现在去准备一下材料就给你拍摄了 为什么要用绿背景 因为绿背景可以抠图 换背景 变 变 变 然后看一下我前面 前面一个机器 然后电脑 它的参考图就放在那儿 然后可以边做边看边参考 然后准备开始录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二十七 然后我们做成了这样 三五多小时 紧接着需要晾干 我们明天上午再上装 然后再算一下多长时间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 然后 干后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继续上次 现在是十一点 然后开始给脸上上装 反正射一下这个头套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的脚 可能是因为我那么大 带不上 刚刚许说完 现在开始处理完的后期剪辑 这次拍摄可能是头套还是什么原因 就太紧了 画完张就感觉特别不舒服 然后就效果也没怎么拍 本来还想去外面拍的 现在只能唐组的卸妆 你看一下卸妆之后的假批 视频素材大概有50G 然后时长有90分钟左右 然后最后成片到你们看 应该有几分钟吧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候 会放的时间太长 也没有多少人看 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看 但是还是时间尽量把控在几分钟 我们现在拍摄这个狼人策划了 应该有一天 中期拍摄一天 后期配音调色的处理价画面 也需要一天 这个片子应该三天左右可以完成 但是这个速度已经算比较快了 这个就一般满足心 或者是想玩外的可以试一试 好了 我们本期的Vlog就结束了 这个狼人装面需要三天的时间 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不失意外的话 我们明天会放这一期狼人的教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词曲 李宗盛